整個瓦斯 都這個 要怎麼說那個叫 異漏嗎 對 外漏 外漏 結果濃度太高 結果開一個燈就放起來了 宜蘭嘛 那瓦斯的濃度要怎麼看 其實我們接受到這個報案的話 到現場其實我們有 固定SOP啦 那但是 如果一般的民眾在家裡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曉得你的那個 因為都是靠聞 聞的時候有臭味 聞到味道的時候一般濃度都很高的 那一般我們接到報案 先說一下 瓦斯本身是完全無味的 無色無味 那是因為 怕大家聽不到 很嚴重的外漏 所以把它加那個臭味 會加一點臭臭的味道 但是一般聞到味道的時候 就是整個 如果你要在室內空間的話 如果你沒有空氣有對流的話 其實濃度都很高的 那一般我們到現場去的話 有標準的 消防局有標準的SOP 那像一般的民眾家裡 不會有這種器材啦 但是我們到現場去的話 一定要先 就是如果是 類似瓦斯的外洩 或者是氣體外洩的這個案件的話 一般到現場去 我們會用專業的偵測器 先偵測現場的濃度 到底是高不高 然後再進行 就是現場環境的判斷完之後 再進行現場的佈置 然後再進行搶救 那其實我們有標準的程序啦 那時候如果是濃度很高的話 像剛剛高刑警有講喔 現在手機也好 或者是說切電燈也好 其實現在喔 我有個圖片給大家看一下喔 就是現在消防署喔 有一個那個 在宣導喔 就是說如果一般有 這個瓦斯外洩的話 如果是你在家裡的話 那有幾個地方你要特別注意 就是開關千萬不能開啊 比如說你如果噴到軟水的味道 千萬不要去打開關 比如說還有高刑警他會說 不要去充電 那手機可以嗎 盡量是不要啦 但是一定要打手打電話啦 為什麼因為你要報案啦 比如說現在是 報案趕快要跑去外面報 不要在裡面 不是等一下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現在消防署有標準的 那個程序會交給大家喔 那其實我剛剛在強調一下喔 幾個東西 幾個東西不要做 第一個呢就是 我們開關電風扇不要開 一般電風扇不要開 開關不要開 要趕快把瓦斯吹到散 對 然後像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中喔 大概在兩年前喔 有一個案例喔 在逢甲大選那邊 也是這個瓦斯的氣爆 就是因為他是在地下室 那我們在節目中也有講過 那就是那個老闆到現場去的時候 認為 濃度很高 因為他在地下室揮發不易嘛 那氣體揮散不去 所以呢 非常嚴重的傷害就是因為老闆拿著那個工業用電風扇 想要強力排散 一切下去不得了 馬上爆炸 對 那現在喔 其實那個消防署喔 有教各位 就是說如果 你剛才還沒看什麼呢 電風以外還有什麼 電風還有開關 還有這個電風開關 打火機等等都不要用喔 電風 開關 開關 還有這個打火機 賴打 這都不可以用 這都不可以用 那時候你就吃粉了 是不是不要吃一支 這個都不可以用 這個都不可以用 那其實宜蘭這個case 最主要呢就是說 他們沒有一般的這個常識啦 那其實消防署喔 現在有極力的在推喔 所以這裡有一個圖片給 秀給各位觀眾看一下 就是說一般如果 你發現到你家裡有那個瓦斯外洩的話 而且它這個重點是什麼 因為它家裡沒有使用這個天然氣 它是用那種 傳統 罐裝型的這個 有一種有很燙的 一種有很天然的啦 是天然的啦 比較正常的都燙的啦 因為天然的勾不夠 對 它可能沒有鎮 沒有鎮這個天然氣嘛 所以這是整趟的嘛 大樓台部都是天然的啦 對 啊所以最重要喔 要跟各位觀眾朋友說 就是你如果剛才這個情形 第一項事情要拜託你喔 先保持屋內的這個空氣流通 所以呢就是先開窗 不要慌張 千萬不要慌張 就先開窗 開窗沒關係 開窗但是 那梯仔跟梯仔不完 對 宏英哥講到重點了 之前有一個case 我們也有一個發生過的案例 就是說 因為 其實金屬跟金屬摩擦 也會發生小火花 那個是濃度濃度很高的時候 會很危險 但是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盡量 盡量就是說 先讓我們的空氣 空氣要對流 要流通 對 沒錯 然後接下來呢 上面有教各位 第一個就是開窗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閉氣 什麼是閉氣呢 就是趕快去把那個 你的那個桶裝瓦斯的那個開關 把它關掉 再來趕快打電話報案 打電話報案 然後趕快到戶外去 這是幾個 我們消防署有教各位的這個 逃命的一些流程 喔 OK 開窗可以 開窗就輕輕開 慢慢開 慢慢來 哇 整個咖宿 整趴都咖宿 這樣就哭了 其實洪哥不好意思 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一般的人喔 這是平常心 一般的心態都是這樣子 遇到災害 或者是遇到有事情的話 他心情一定會很緊張 你叫他要這個康蕩 就是要冷靜 一般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是要再次呼籲 各位朋友就是說 遇到災害 我們就去面對他 然後盡量冷靜以對 我們只能呼籲說盡量冷靜以對 不要太慌張 那如果你當下 如果很慌張的話 像剛剛洪霓哥大哥講的 很慌張 你會做很不好的舉動 你就很大力開 那個會產生很 如果真的不小心 如果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有 像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有經過921大地震 那有一些鋁門窗都會有變形 其實你不清楚 那摩擦去啊 的話 那就 那就整個災害就扮演得很嚴重